59、信報《財經新聞》大行報告極單看目標 2015年7月27日《財經》A06特稿投行經常發表唱好或唱膽報告 有時對個股走勢影響極大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會長曾瑞昌指出 省湖看大行報告很多時只看目標的,但報告通常都是有立場biased 適體的人如基金經理,會看背後的假設是合理還是離譜 他提醒說,分析員對六個月盈利預估的準確度價高 二至三年盈利預測因變數太多,指述方向性參考,不宜盡信 HKSFA第二年舉辦最佳投資分析報告比賽 因認為每年只由雜誌透過投票選出最佳分析員 並非最好的參考,而分析準確度高 對公司基本因素全面透徹理解 賽事最有用,比賽將於8月底截止報名 對於如何分辨投行報告可信道 曾瑞昌教路耀漢與吊春 分析師寫報告可能是高層吩咐,但寫得好不好則自己決定 證監會早已定名分析師的操守準則要誠實 不接受的結論可以推遲不寫 若分析師不甘原寫,報告會較單調,指陳述事實 語調不易切,他坦然,幾十年前較多發生這種情況 近年徐傅元堅,強,已經很少出現 新兼HKSFA董事的茂尼克在保險集團資產管理首席投資總監中加輝說 有時分析完說一隻新估值20倍市盈率 確找不到高估值的本地同業,就拿外國例子內比較 這時投資者要判斷公平估值應是那個水平 將來出貨有無人同我接,且目標價通常是十二個月 如果投資時限根本無一年就唔好跟 投資者須判斷公平估值投行很少發出沽受評級 坊間盛傳由買入降至持有意代表漢淡 中加輝承認有此問題,因分析完發出沽受報告後 很難約見公司管理層,若他見勸相對個股發出很多買入 很少中性評級,就會全部自動看低一級 曾隨Mwetch昌透露,近年情況好轉 多了公司管理層把好壞因素都披露,決策透明化 有壞消息時基金還肯減V,不會估太多或估稱 近年多了投行發表技術分析報告 如摩根史丹利預測個股60天內升或跌 許多機構也發出三個月目標的 HKSFA 副會長、興業僑峰資產管理投資部主管莫偉文表示 大行要迎合不同客戶,除長線基金外也有對沖基金下 前者每年交成績表,對沖基金卻要每個月交一次 連續三個月成績不濟客戶就會提款 《財經號》突稿大行報告極單看目標的 《財經》 感谢观看